那这是在今年9月27号联合国政府间气候标划委员会 它公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 它每大概是五到六年它会公布一次气候的评估报告 上一次是在天宁青年 那我们叫做第四次评估报告 因为那个报告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它得到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那在今年所公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一份报告里面 它就有了两份图 这两份图代表的是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一个趋势 它的时间是从1850年到2012年 也就是到去年 所以大家看到了这就是从1850年一直到我们去年 整个世界温度上升的一个趋势 它是用异常值来表示 所谓的异常值就是我们用一个平均的基本线 这个基本线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 1961到1990年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我们用摄氏温度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摄氏15度 所以比这个摄氏15度低的大概都在下面 也就是大概是在1950年代以前 比这个基准值高的都是在1950年代以后 所以它这张图所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从1850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地球一直做一件事情 我们大约30分的25%的度不断地增加 我们地表的温度不断地累积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地表的温度大概增加了1度左右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0.4 这边是0.6 所以到这边是刚好是1度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大概是将近到1度 所以我们在100年的时间里面 大概把我们地表的温度提升到了1度 那我刚刚说我们在太氏山里面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是增加了100倍 那我们温度的增加呢 我要告诉大家它也是非常的快 过去在地表的自然的情况之下 它要这样子增加1度 它需要至少5000年以上 这是我们从化石从我们过去地球的记录里面 可以观测到的 可是现在我们只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们只花了100年 我们把过去5000年所看到的变化 现在浓缩到了100年才发生了 这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个变化 那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 它很有趣 它把这个从1850年一直到2012年 所发生的这个变化 每10年做一个平均值 然后把它画在下面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个就是每10年为一个单位 我们所看到的平均变化 很有趣的是第一个 当然这个每10年的平均值 它也是长期来看的上升 可是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上升的趋势跟过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过去每10年的上升趋势 它其实每10年跟10年之间 它是会重叠 会相接的 就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的温度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 10年跟10年之间的距离 其实还会有一点点的重叠 可是从1980年 一直到我们现在 最近的30年 我们这个每10年的平均温度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它成是跳跃式的成长 这种跳跃式成长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地表 它的温度的增加 已经变得非常的快 它是成跳跃式的增加 这是我们过去30年 我们在经历的 因此在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所经历的气温的上升 其实是我们人类过去完全没有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类 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类 我们不但看到了300万年以来 过去人类没有看过的情况 我们也经历了因为我们 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 我们温度大幅度上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每隔10年 我们的温度的增加量 都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急 这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变化 它代表了两件事情 大家记得心里 第一个 我们的地表温度真的是在上升 而且上升的比过去要快了 差不多50倍以上 第二点 我们的上升率 从这个1980年开始 它就成跳跃石的上升 过去它还会有缓慢的起伏 但是现在已经不带有起伏了 它是一个单行道 它是一个方向 就是快速的往上扬 那当温度不断上升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到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地表 所有的自然灾害 它开始变得非常的频繁 因为我们地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它透过大气海洋 甚至于延时圈的变化 让地球表面的温度维持在一个定值 虽然地球表面的温度一直不断的提高 它就想办法利用大气海洋 甚至于延时圈 把这些过量的热能 要把它消除掉 这个热能越多 就表示说 它要反应在大气海洋 跟延时圈的变化 就越剧烈 其实就像我们在运动场上 我们跑步的越快 我们的呼吸越急促 我们的性能代谢的速率也越强 这就是现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发生的情况 在大家图上所看到的就是 2012年我们整个地表自然灾害分布的位置 它的数目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一年是905 905是说它的尺度非常的大 非常的严重 可以单上世界媒体的版面 所以一共有900多个 它分布在每一个大洲 它用普通的形式来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 有的是属于我们这种长期转化所带来的高温干旱 森林野火 通常大家看到了黄色的就是这一类型的 每一个大洲都有 那第二个是最普通的 就是强降雨 就是豪大雨所带来的水文灾害 像蓝色的这个源泉所表示的 那有这个大洪水 有山区的土石流 影响到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这个圈圈越大表示这个尺度 它的人命财产的伤害越严重 那第三个就是大家看到绿色的这个 我们叫做天气型的 冬天的暴风雪 夏天的台风 它所带来的冲击 也是影响到我们世界上每个国家 那更可怕的其实是这种 我们叫做地球物理型的灾害 它包括了我们的地震 如果地震发生在海里面 它会有海啸 甚至于火山爆发 这种红色的 它一般过去来说 它是我们地球自然调节所带来的 可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它现在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受到暖化的影响 现在这种地球物理型的灾害 过去没有人为干扰 但是现在也开始受到影响 它已经开始产生变化 现在也对我们整个地球的环境 带来难以计数 难以想象的冲击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种自然灾害数目 从1980年一直到2012年 这30多年以来的变化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次数200 400 600 800 那过去在1980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温度 要开始乘跳钥匙成长的时候 那时候温度还是比较低 然后它自然的灾害数目 通常也比较少 你可以看到那时候 平均值大概是在300多次 我们一年365天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大概平均一天 在我们地球表面 就有三次的灾害发生 可是随着我们温度 乘跳钥匙的成长 我们发现我们自然灾害 它的数目也是乘跳钥匙的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300到500到700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900这个地方了 那今年我们的自然灾害数目 已经接近于1000了 所以我们现在自然灾害数目 在过去30年时间里面 真的是乘跳钥匙的成长 那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想象 再发挥一下 我们把1980换一个时间 就换成我们今年 今年就是2013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前去看我们未来的30年 我们未来的30年 我们自然灾害的数目 就会像我们过去的30年一样 它也是成跳钥匙的成长 因为我们未来的温度 会比我们过去30年增长的更快 跳钥的更高 因此我们如果把我们这个 未来30年换进去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换成2013年 这个地方就要大幅度提高 这个200要成4 要变成800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在900之间 900到1000 所以这个4就是1000 我们现在是在将近1000的时候 所以未来30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自然灾害数目 一定是在1000次以上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它就是跳钥匙的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未来30年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打赞在我们前面 我们自然灾害的数目 正在成跳钥匙的成长 这是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面的 当这个自然灾害数目 不断成长的时候 代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财产跟人民损失 会大幅度的增加